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月 第59集 不用太多说明 龙波知道李毕一定能够明白这条消息背后的意义 李向强势介入 靖安司的职权彻底失守 而解决皮肤的最后一线希望 正在被自己人斩断 他特意跑下地窖来说这个 就是为了给囚犯最后一击 龙波相信 这个意外的好消息会让李毕彻底放弃反抗 他笑意盈盈地看过去 果然 李毕皱起的眉毛再也没舒展开来 龙波一抬手指 让守卫把李毕口中的布条卸掉 李毕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来 没有咬断自己的舌头 事到如今 自尽已经毫无意义 你们这些皮肤背后原来是李向 李毕脱口问道 龙波哈哈大笑 司成可真是抬举我们了 我们可高攀不起那么大的人物 不过李向派去的那位新主官 不是卧底 却胜死卧底 在他的主持下 现在没人追查我们了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张小敬身上 我们呢 真应该给他送块贬才对 李毕没理会这个戏谑 张小敬呢 也被擒了 早晚的事儿嘛 张小敬若是足够聪明 现在应该已经设法逃出城去了 龙波喜气洋洋的说 李毕动了动嘴唇 没有反驳 张小敬已经失去了赦免的保证 又被剥夺了查案的权利 再没有任何理由坚守下去 换了他在张小敬的位置 也会这么选 那张清俊面孔浮现出浓浓的 颓丧神色 双眼光芒近脸 这次是彻底输了 龙波知道 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动力 因为他一点希望都看不到了 所以司成不必在心存幻想 索性好好歇息 念念咒打打叫 说不定啊 等会还真能语话登仙呢 到时候您还得感谢我成就您的先缘呢 丢下这一句话 龙波不再理会这位钱静安思成 转身从地窖口一步一步走上去 但走到了地面 他环顾四周 把视线投向灯笼光芒 所不能笼罩的黑暗角落中去 那里隐伏着一个身影 刚才就是他把最新的消息传过来 龙波还没开口 虞长特有的沙哑声 已经传入耳中 我要走了 手桌廊的线索 应该已经彻底断了吧 你还要去哪儿 龙波一愣 我要去杀掉张晓静 声音还是那么平淡 可里面蕴藏着浓浓的杀鸡 龙波知道 虞长一向自负 这次差点中了张晓静的陷阱 还丢了条胳膊 这个七尺大乳一定得洗刷才成 他皱眉道 张晓静应该已经出城了吧 他没那么蠢 他就是那么蠢 我看到他已经回静安思 若非要来这里回报 我已经追上去了 虞长固执地回答 静安思 这个消息让龙波惊讶不已 他这是要自投罗网啊 黑暗中没动静 虞长也不知道张晓静 为何有如此反常的举动 龙波看了眼庭院中的水漏 现在是害症过一点 他对虞长道 别为这个人分心了 最后一部任务马上开始 你我先去把事情办妥 张晓静那边 随他去吧 对我们应该没威胁 随便你 但我要亲自动手 虞长的声音消失了 他已经离开了庭院 龙波在原地驻足 伸手从腰带里摸了摸 发现薄药叶子已经嚼光了 他懊恼地扎了扎嘴 吩咐旁边的人去准备一批精状骡子 龙波站在灯竹下 用没人听见的声音 低声喃喃了几句 轻调的神色消失了 太子李亨听到外面有喧哗声 不由放下手中的毛尾 从四网车探出身子去 恰好看到弹琪正扒住了四网车的针板 声嘶力竭地喊道 黑暗中看不清这女人的面容 可是那声音却让他心惊不已 太子殿下静安有难啊 李亨略带惊慌地看向左右 这种话在大街上喊出来 连仪仗队带周围百姓都听得见 这会引出多大乱子 卫兵们反应迅速已经扑了过去 两三个人抓住弹琪 狠狠地把他从车子旁脱开 旁边还有人举起了刀 与此同时车夫也抖动缰绳 加快了速度 这是一仗遭到意外时的正常反应 李亨急忙站起身来挥动手臂 停下停停停 车夫本来已经加起速度来 骤然听到要停 只得猛一勒缰绳 可惜这是一辆四车 四匹原马反应不一 这么急促的加速与减速 让车员灯石乱的套 后马住了脚 前马还在跑 四立不云 马车歪歪的 斜向右侧偏出去 连续撞到了好几个步行的百姓 还把后头的车厢 狠狠地甩了一下 精致的叼气箱 在坊墙上蹭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同车的太子妃 韦氏 有些狼狈地扶起前蓝 不满地问丈夫怎么了 李亨顾不得搭理他 冲后头喊道 别动手把他带过来 本来士兵已经要把谭祺带离人群 可太子发话只好调转方向 抓着他的两个胳膊 一路拖行到四望车前 为防身怀利刃 他们还在谭祺身上粗暴地摸了一遍 扯开了好几条丝掏 借助四望车旁的灯笼 李亨看到了谭祺的脸 认出他是李婢身边的家养婢女 似乎叫谭祺 不过他一改往日的雍容优雅 团计被扯散 黑长的绣发披下来 衣着不整极为狼狈 在伪氏狐疑的注视下 李亨下了四望车 他没有立刻接近谭祺 而是环顾左右 然后抬起手对士兵说 把他带去那儿 四周清空 闲杂人能不得靠近 他指的地方是一处茶棚 这是依着坊墙搭起来的 一个临时竹棚 外头用几个木箱与棚布一围 全做柜台 柜台后头呢 停放着一辆宽车 车上架着一具小车炉 把劣等的散碎茶叶 和姜盐酥胶混在一起煎煮 关灯的人渴了 都会来讨一碗喝 虽然味道淡薄 毕竟变大 太子有令 卫兵立刻过去 把棚主和喝茶的客人 都清了出去 然后竖起围杖 把茶棚割出一片清净空间 带到屏障内没有其他人了 李亨这才问谭琪怎么回事 谭琪见太子的脸上只有惊奇 却无焦虑 便明白 他压根不知道静安司遭遇的什么事 不知道这是李亨对于李璧太过放心的缘故 还是有人故意不让消息传去东宫 他收敛心神 把之前的事情简单讹要的说了一遍 李亨一听 灯石倒退几步 靠在车炉旁 神情如遭雷折 他呆了片刻 方才急问道 那 那长元呢 谭琪摇摇头 他也没回去光德坊 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公子肯定是出事了 这个确作无疑 李亨来回夺了几步 大声唤紧一个亲随 让他立刻赶到光德坊 尽快搞清楚 那边发生了什么 亲随应了一声立刻出去 这时 太子妃韦识一脸担心的进来 询问发生了什么 李亨却失态的咆哮起来 让他出去 他亲自把帷幕重新扯下来 然后用手转着腰间的叠线 把上头拴着的算带 刀子 历史等小玩意儿拽来拽去 这是李亨心情烦躁时的习惯动作 静安斯是他的心血 李毕是他的心腹 这两丫 李亨都绝不容失去 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还得靠一个婢女 貌似通报才知道 这让李亨除了愤怒之外 还有隐隐的惊慌 谭琪默默的看着 在心中暗暗叹息 这位东宫 可以依靠的心腹实在太少了 李毕一去 他甚至连最基本的情报 都无法掌握 李亨看了眼谭琪 难难道 长元那么聪明 不会有事的 对吧 与其说他在劝慰谭琪 倒不如说在为自己鼓劲 谭琪曲前一步低声道 太子殿下 如今最急的 不是公子 而是张小敬 张小敬 李亨要回忆一下 才记起这个名字 为了这个囚犯 李毕与贺之章几乎闹翻 至今贺之章还昏迷不醒 现在张都尉 是调查缺了或多 唯一的希望 可不知为什么 静安斯却发布命令 全程通缉他 太子殿下 您务必得设法解决此事 否则整个长安城 和公子就都完了 李亨却疑惑道 突厥人不是解决了吗 谭琪极了 一时竟然连尊卑都顾不上 上前一步高声道 殿下 狼卫背后另有主谋 长安的危机还未曾解除 非张都尉不能破此局 李亨皱眉道 这人真有这么神 现在的当务之急 应该是搞清楚长远 还有静安斯出了什么事 等我的心随先回报吧 谭琪觉得太子太优柔寡断了 现在不能浪费时辰 更不能搞错轻重缓急 他正要开口催促 这时韦氏第二次掀开了帷幕 先狐疑地打亮了一下谭琪 然后对李亨道 殿下 春宴可就要开始了 李亨这才想起来 脸上浮现出为难的神色 这个春宴可不是寻常春宴 正是天子在兴庆宫中举办的上元春宴 此时开始 京中宗室与满朝重臣都会参加 宴会持续到丑政 吃饱喝足的君臣 会齐聚秦政物本楼上 观看各地选送来的拔灯庆典 历年上元都是如此 这种重大场合 身为太子 绝对不能缺席或迟到 李亨对谭琪道 你随我上车 先去兴庆宫 等那边回报之后再做定夺 话已至此 谭琪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出围账 以丫鬟的身份站到了韦氏身旁 韦氏刚才挨了丈夫一顿骂 心情不佳 没给他什么好脸色 但是他也看出来了 这女人跟丈夫感情上没什么瓜葛 便也失去了兴趣 四望车与仪仗再次启动 切开四周热气腾腾的人群 朝着不远处的兴庆宫而去 越接近宫门 灯光越耀眼 谭琪已经可以看到 在秦政物本楼前的广场上 有一栋高于150尺的巨大灯楼 壮如葫芦 披正彩 最金银在黑暗中安静地耸立着 谭琪参加过许多次上元关灯 可他印象里从来没有一个灯楼如此巨大 简直要盖过秦政物本楼的风头 就连大雁塔也没这等威势 此时还未到丑正 他还没有点起周身烛光 可那通天的气势已彰显无虞 谭琪简直不能想象 等到他点亮之时 该是何等炫赫 张小静和伊丝 离开平康坊之后 直奔光德坊而去 伊丝不知道从哪个铺子里 找到了一顶波斯风的宽颜尖帽 给张小静扣上 还用油墨在他双眼周围涂了两圈 这样一来 张小静变成了一个弄婆罗门戏的戏子 那滑稽的墨装恰好遮住了毒眼的特征 这样一来 除非被人拦住仔细检查 否则不用担心被看破伪装 现在整个长安城已经彻底陷入狂欢 每一处街道 每一个角落都摩肩接踵挤满了人 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关灯 现在开始把兴趣转去 看各处的杂耍歌舞 这让人流变得极为汹涌 如同几十条河水在交错奔流 在这种情况下 剑罗比高头大马更适合骑乘 他们两个人偷了两匹骡子 一路穿城而过 见缝就钻 专挑人少的地方走 有时候还不走大道 而是从访门穿过整个访区 亏得伊斯装化的好 他们俩连过了七八个 有岗哨的路口都得以顺利过关 在这种极度拥挤的状况下 静安司的通缉令 不可能被彻底执行 大部分武侯只是潦草检查了事 只有一处访兵 见张晓静是个排友打扮 让他演个婆罗门戏的笑话 张晓静哪里会这个呢 幸亏伊斯打了个原厂 蒙混过去 张晓静全程一直抿着嘴前行 莫庄下的眼神闪着胶着 在之前的两个时辰里 静安司的变化实在太奇怪 望楼传来的消息语言不详 他觉得必须得回去看看 才能搞清楚真实状况 尤其是姚汝能发出的那一句警告 不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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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天真刻板到 有点蠢的年轻人 得是在多绝望的情况下 才发出这样的警告呢 静安司的状况 到底变得多糟糕 张晓静忧心忡忡 除了姚汝能之外 还不知道徐斌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李璧 还有被扔在平康坊的檀旗 他又能跑到什么地方去 更重要的是 还有文然 那是他占有在这世上最后的骨血 如果出了什么事 让他九泉之下 如何去见文武记 一个个全力以赴解救长安的人 相继被这座黑暗的大城吞噬 张晓静只觉得 有绝望的藤蔓缠到了脚踝 四周的黑暗 如青墙一般压过来 全无光亮 这种心情 就像是去年 他踏进文记乡铺 看着满铺的狼藉 看着低头哭泣的文然 看到渔布和万年县位 联合牵压的文书 看到躺在地上 盖着破布的文武记 张晓静整个人深陷泥沼 连迈出一步 发出一点声音的力气都没有 现在越往前走 张晓静越是紧张 不知道前方到底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可在下一个瞬间 他的独眼眯起来 射出凶狠危险的光 这是压抑至极 所爆发出来的力气 若这一切真不如愿的话 索性再发一次封好了 他心里想 伊斯并不知道张晓静的决心 他一直在骡子上张望 直到看到光德坊的访门 此时访门外站着数十名士兵戒备森严 这里刚发生了重大袭击事件 所以警戒级别比别处要高得多 伊斯自告奋勇 说我去打探一下 结果没多久 他就灰溜溜的回来了 说已经禁止一切胡人入内 张晓静很吃惊 这个命令太粗糙了 毫无意义不说 反而会导致人人相移 只有最懒惰的官员 才会这么一刀切 伊斯进不去 张晓静也不能进 他的毒眼太明显了 一定会被卫兵看出来 他们正在想着办法 恰好有一个胡人小丽 从房里走出来 一脸沮丧 手里还抱着个包袱 张晓静认出 他是静安司中的一员 可惜自己不敢出面 这时就显出伊斯的价值了 他相貌英俊 谈吐又高深 外人看来 就是位有道的大德 伊斯拽住小丽 询问了片刻 没费多大力气 便弄明白了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杀害可以